有很多特化 那目前為止發揮的也都蠻順利的 都還相當的不錯 也是 不然他怎麼坐在上面 但其他人可能就沒有那麼順利了 就走了 所以代表說還是會有意外發生 那 Viper 可不可以抓住這個機會 你把是感覺到 卡牌了 趕快先跑掉 就是很重要了 對 重點就是 Viper 的入什麼時候過 或是有沒有過 就他這一個能幫他這個 前面另外兩副套牌召喚法跟中速烈 能不能搶先過關 幫他的這個動物園多留幾條命 到底能讓他踹幾次還是重點 或者是他有任何偷跑的機會嗎 Hunter S這裡有哪一副是他最大的 偷跑的機會的話 我想一下 因為我不太確定Hunter S第一套敢上哪一套 因為都是好打一邊不好打另外一邊 對 那如果他選擇 如果 Viper 拆Hunter S會上賊 就上路 所以有 抓到 有沒有 抓到 有沒有 他覺得你打穩上賊來 偷跑 我們今天直接拿動物園偷跑 最有機會過了 就跟我想的一樣 就是今天的確是你這邊 只能抓這個機會 因為對面第一副職業開的時候 是一個有討論空間的 那怎麼後手天天都在打無賴 而且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他們第一套要上什麼 是在後台的時候 做ban pick的時候 就直接決定了 就要先決定了 對 就是你譬如說 我ban你站 你ban我賊 然後他會通知兩邊 然後馬上要再去選 第一套要上什麼 對 所以不是說 欸 坐上來 還可以看一下你的表情 有沒有 然後看一下你的滑鼠 什麼之類的 不是這樣 對 早就已經決定好了 第一把是什麼了 OK 所以他那個時候 Viper 應該就是知道他ban完什麼 就直接決定把路拿出來 直接開刷 相當關鍵的第一場 先看Honda Ace的起手 還不錯 這個人要第一個 他是後手 哇 這個勝率其實就有差了 然後第二他有無賴 有無賴有軍器可以跳 嗯 這樣子有點危險 沒關係 盡量跑 所以 慢慢打慢慢打 想辦法 動物園要開一定的上限 動物園今天走到拉法姆之後 對賊會比較有優勢嗎 呃 不會 你丟拉法姆之後呢 基本上賊 只能說是越打越舒服 我那時候在跟 成泰練習的時候 他那個拉法姆一丟出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直接逆轉 丟了他反而輸了 對 丟了反而輸了 是不是因為他變成 你轉了之後 因為你竟然還傳說 你的套牌彈性變得很有限 對 而且 也不會有爆發 賊可以直接鎖血反渣 我那時候好像剩3滴血吧 他30滴血直接被打回來 多的 因為你那個拉法姆出來 你怕悶棍又怕什麼 東怕西怕 然後你每一回合的傳說 質量又很不穩定 對 除非你的傳說都是結場的 可能高弗雷啊 加頓男爵嘛 就是類似然後 或老爸之類的 因為你今天轉成 傳說之後 你要找職商要找結場也都不容易 就是你要找到可以跟 因應檯面互動的情況 你的職商就只有衝鋒 衝鋒就那兩張 應該是吧 比較好的 就老爸跟 老爸跟 克洛許 格洛瑪許跟奧拉吉爾 還有奧拉吉爾 對 還有奧拉吉爾 好 這邊先比無賴 無賴 漂亮 來 還行 這個必定是一個結場 但不是打二 消消可惜啦 就這樣 好 這邊 Viper開秀了嗎 打頭 先拿個宇泰人 有沒有 宇泰人 先拿什麼 噢 補場 進化 進化跟帶個肺 補場就比較強 補場 這邊補場 奧拉吉爾壓力有點大 就一輪的這兩回合 他只要 一張切 哇 這個一張切場功能可以提個五點 都沒有問題 不知道他會想要 下一個體質比較好的烈焰小鬼 還是要鋪場 還是自信 一費丟下去 一定是超過三二 不容易 價值只要超過三二就可以 這不好解 這個是 法傷加一 混火變五 對 泉水 這一次的二費手下裡面 新增的另外一張法傷 又是這個開局 再暗閃回來 暗閃回來 再下 再下 這邊 這邊要怎麼變魔術 再下 打二 啊怎麼那麼多 沒關係 直接再解兩隻 先加那個然後叫那個去撞人 再加另外一個E 哇壓榨勞工 這樣 沒有這樣很強 這樣其實很強 你可以讓二E去解那個 二E去解 真的是不打下一張 欸 那不對啊 沒有他沒想到他發現了 他發現了 哇 讓一滴 啊 這個表情 啊 這個 冷靜點冷靜點 沒事沒穩住 穩住 哇有點可惜耶 這樣 他原本是4滴血不好處理 現在好像被換掉 嗯 這06其實還不錯 如果有buff過後 他其實就是 對方不好吃 其實他就是 不會動的魔毯啦 你會不會想像 因為他血量夠高嘛 如果你把他夾起來 對面 沒有魔毯還是太強 魔毯有點差距 有點差距 不然把他進化成魔毯怎麼樣 唉唷 可以喔 這樣好像可以喔 這邊其實可以把他進化一下 這邊可以O win 可以可以 這邊其實是一個蠻好的O win 嗯 因為你可以夾了之後211嘛 然後你把那一個傷害 換完23 就是換之後 你再把他進化掉 來變一下 喔他要進化啊 狂狼 他想要留著他 他覺得他被 鼓勵到之後會比較好 真的嗎 最後還是 什麼 喔 還不錯啦 還可以 體質OK 體質OK 換掉 好來 寒鐵絲 這個檯面 變得出魔術嗎 沒有放刀扇 哇 要花兩回了 你先40 這邊暗閃可以秀嗎 還是算了 先40好了 下一回合開秀 這邊應該是把武器啦 把武器節奏比較好 然後下一回合看 可不可以解多一點東西 下一回合有很多事可以做 下一回合找一個 這樣要砍那個嗎 砍40 要砍40 關鍵 哇 抽牌 哇傷害打滿這個 這個 這個要是過了 這樣就 出大事了 完蛋啦 哈哈哈哈 2加1 放在這121中間嗎 嗯 撞掉 然後21打頭 然後再切他 盪頂不住了 再加一攻 想一下有沒有被魔 哦 準備 準備 準備軍妻 砍掉 軍妻暗閃回來 再丟軍妻 然後卡卡路士解掉 可以全清 還不會死 可以可以可以 準備 然後也可以先那個 先看有沒有第二張那個 可是那好像丟不了 如果要收回軍妻的話 可以 哦 要收回軍妻 確保是軍妻就丟 好好好 沒得丟了 好好好 專心想 軍妻先剃掉一個 你砍一個 4 砍一個 4 3 回首再下回首再下 你要做兩輪 OK 這傢伙 他要降 降低那個扣的血 先按閃 先走按閃也可以 是嗎 等一下 好像怪怪的 0 1 這樣削兩次 然後他要砍 喔他 他留戀的小鬼嗎 不是 他要砍 他要砍另外一隻孔狼吧 對啊 就戳兩次 然後你刀戳那個孔狼 把他回首 然後下去再把他 不是這樣費用不夠啊 對啊 這樣費用不夠耶 好像怪怪的 那這樣不是走了嗎 費用不夠吧 是不是 是不是應該直接 插一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夠不夠耶 哇他打不了衝刺 找一張 切 1 2 沒事 怎樣 剛剛沒有辦法 丟出軍妻 然後用卡卡路姐 解掉那個烈焰小鬼嗎 應該可以吧 另外一個做法 好像可以疊兩次吧 就直接撞穿 哇這個潛行 這個潛行一滴 扛不了 看那個是 這邊需要那個啦 金手指再生 補3滴 沒有沒有 尖笑 沒有 爆炸陷阱 爆炸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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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被刺那個 撞掉4-3 戳掉那個泡泡 該爆炸 哈哈 不然呢 對啊 完全在表演 冷靜點冷靜點 這輩子要交 嚇他 戳泡泡 喔 喔 喔 鎖血 真的是這樣 這個鎖得住 真的是鎖血 鎖血 沒有 可以防可以防 沒有再抽 鎖血 哇 這樣潛行沒了耶 鎖血嗎 還是他不打 他要發呆 沒有 這個 他要 這樣虧耶 全加在那一隻 沒有他全加在左邊那隻身上 但 這樣好嗎 這樣我怎麼覺得怪怪的 他 因為他先丟那個是想要撤狙擊 我覺得好像不該撤狙擊 你就直接 往臉上打 你就直接試連這樣 因為你這樣測完是爆炸 你還有一個潛行 可以跟他拚啊 因為你這樣的話變成說 檯面 他潛行也沒有 對 他那個可能不要下 然後打完 你只剩混火可以贏了 你沒有 還有飛刀手 OK 緊張 緊張 現在真的是趕進度了 可能兩個都要下 然後直接激連 因為19D型的兩輪類可以收尾 拜託拜託 不要分刀 不要混火 抽起來是什麼 抽起來是什麼 只能再按一張 再按 13 13 13加刀手會直接死 所以你只能按 這個路有沒有走 至關重要 天真地 是不是飛刀手呢 三張OUT 收藏器可以繼續撐 NO 可以 解不了對不對 只能撞掉一擊 守住了 現場 換身雷洞 第一把就打成這樣 不行了 那個要找到爆炸 哇塞 這就是樹苑賊的價值 厲害 厲害 第一天勝率只有14% 沒關係 寒鐵絲打到冠亞 幫你把勝率拉回來 我現在要畫下那個 因為我們要做比賽器 我現在手一直抖 怎麼搞成這樣 怎麼會這樣 沒有沒有 我覺得Viver衝動了 他應該 他不要管什麼狙擊 直接打下去就好了 那個直接再蹲回去 還是有誤導 他打那個可以直接防誤導跟爆炸 還跑